2004年夏天 大厦与奥尼尔东游热火 纳什回到梦开始的地方太阳 虽然两支球队都没能在新赛季夺冠 但这两人的确改变了自身球队的风貌 他们之间的MVP竞争也是近年来最激烈的一次 最终的投票结果显示 纳什得到65张第一选票 总得分1066分 而奥尼尔得到58张第一选票 总得分1032分 纳什的获奖在当时引起了不小争议 质疑者的理由有三个 一是纳什是一个纯组织者 二是因为他的数据并不是特别出彩 三是纳什在防守端是漏勺 但这并不能否定纳什在球场上的价值 内赛季的纳什场军可以得到15.5分11.5助攻 虽说不是特别出彩 但他的进攻效率很高 而且他很好地盘活了队友 让整个球队变得更强 从上赛季的29胜狂涨至联盟第一的62胜 这显然更加符合最有价值的定义 有人还会质疑 称奥尼尔对球队也同样重要 他将热火从42胜提升到59胜 而他的老东家胡仁则从57胜下滑到34胜 且不说热火镇中已有韦德这样的超级新人 胡仁那边之所以会下滑如此之快 跟科比受伤也有很大的联系 换个角度来看 MVP最后投票结果的接近 反而表明两人都有资格获奖 那时的MVP也不应该遭到质疑